像有人說 你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去報警呢 你就不能放過他嗎 這行逃犯捕 多汗的逃犯爺 他有人問我說 那如果是一個老人怎麼辦 老人就可以 就可以偷東西嗎 叫他不要再來就好了 小偷頭上動途 楊秀慧報警了 沒出名對不起你家歷代祖先 我就說老公都抓起來 你就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你還敢來 在我頭上動途 你如果做人做到 連百多塊你就買不去 要投同投票 這樣你拜託再死一死 去噴我 請問 楊秀慧起好奇迫迫的說 我店門口媽媽的開心花圃 被沒良心的小兔拖走一盆花 設下了五點大限 要求偷花賊把花還來 但是依舊沒消沒息 然後把號他再度發文 本人已經完成報案手續 殺機警惡 所以我覺得 你這個是故意要 要出名的樣子 我如果沒有給你出名 我感覺 應該是 我對不起 公道的代祖先 要找到你的仔細 我會有聽 而且我已經公佈你的長相 沒有要拿去 要不要去打馬賽克 抱抱情的人 登 我媽媽 都叫他回家 你看 我媽媽說這樣代表叫他花回家 所以每天來都會算了 27盆 現在剩下26盆 這一盆是被偷走的 因為我的監視器的角度剛好喔 剛好被一台車擋到 所以 看了兩天的監視器 我沒有辦法看到 有人就是把花回家撞起來 像有人說 你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去報警啊 你就不能放過他嗎 會講這種話的人喔 我就覺得 很莫名其妙 這盆逃犯譜 不怕他就超堪禮 他有人問我說 那如果是一個老人怎麼辦 老人就可以 就可以偷東西嗎 我們也是有給人家機會 你知道嗎 要不然我幹嘛 我幹嘛要 要 持一篇長篇大道理 你拿回來歸還 我就當作沒事 那我也等了兩天 我才去報案啦 我如果沒有去背這個案 我跟你說 我那27盆的火齁 那麵就沒了料了 最初沒有有一個好處的作用嘛 你不要以為那個花也沒什麼 有什麼了不起 我不是這樣說的 我是跟我老婆兩個 鞏頭鞏得狠狠狠狠 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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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一個心血的問題 你們不知道我們在種那個花的辛苦啊 現在我的 我的店門口多了一張這個牌子 麻煩要偷花的 偷尿尿的 偷丟垃圾的 因為有24小時監視器 沒有美肌 麻煩保持效能 造起來比較好看 切 會 報警 嚴半 好喔 再見囉 我來這裡店會看 有空間火嗎 我真的跟妳講 好呢 哦 喔 太夜了 Cherry 怎麼是 看 有免